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5月6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有六方面的内容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这里面呢 有很多突发的 有很多呢 会有重大影响意义的啊 内容呢 不容错过啊 一定要看完了 那么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关于这个以色列的啊 那么这两天呢 可能我们看到埃及方面啊 还有哈马斯方面啊 他们都是发话说呢 这一次在埃及的主持之下 和以色列进行的这个谈判啊 有望达成一个长期停火的协议啊 哈马斯甚至说呢 他们很快就会签署啊 但是呢 今天有传来消息说 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呢 就是彻底的破裂了 哈马斯呢 不会放弃他们的要求 然后呢 也不会签署 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任何的协议啊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 我认为呢 这个就说明了 美国的影响力啊 真的是落爆了 美国在以色列这儿说话呢 一点都不算数啊 为什么之前的时候呢 埃及方面啊 还有哈马斯方面呢 都说啊 有望达成协议啊 而实际上呢 以色列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意图啊 就是因为是美国答应了那一边 结果呢 事实上呢 美国答应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以色列呢 丝毫是不听美国的 这一次的谈判失败啊 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说话呢 是不算数的啊 那么现在以色列呢 就跟疯了一样啊 大肆的疯狂的在加沙地带啊 进行这种种族灭绝啊 他说是消灭哈马斯啊 根据联合国所公布的这个数字啊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平民啊 而其中呢 妇女儿童啊 又占了一大半 这里面是哈马斯的武装人员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这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也喊停 因为呢 美国和以色列啊 他不可能切割 他不可能切割 那么他不切割 他跟他绑在一起啊 那么现在以色列名声这么臭啊 他已经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这种战争犯了呀 国际刑事法院呢 已经是发话 对内塔尼亚湖及其帮凶啊 要进行通缉了呀 现在美国有的人就说呢 如果美国啊 再和这个以色列沆瀣一气的话呢 搞不好美国人都被国际刑事法院所通缉啊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就是太不得人心了呀 但是呢 美国啊 从来都是强调说呢 考虑什么事情啊 就考虑美国利益啊 美国利益是什么 美国的战略不举是什么呀 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钉子 是美国的一个代理人啊 他不能说和以色列切割 他不能把以色列甩掉 他要是把以色列甩掉的话呢 那么中东会把这个以色列灭掉的 以色列灭掉了以后 美国还怎么来控制中东呢 所以呢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战略目的啊 那么他的一个战略目的呢 以色列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啊 这么的强硬啊 美国的话呢 符合他自己的意图他就听 不符合他意图的话呢 绝对不听的 就是这么疯狂啊 但是呢 以色列现在是面临着压力的 美国也面临着压力的 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以色列所面临的压力啊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有哥伦比亚啊 还有哪个伯利维亚啊 都宣布和这个以色列断交 还有几个国家呢 也威胁要和以色列断交 那么土耳其呢 在昨天的时候就宣布说呢 要和以色列啊 从贸易上进行切割啊 就是全面停止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啊 要知道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经济联系呢 是非常紧密的 他们两家之间有将近100亿的这个贸易额啊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 其实呢 在土耳其的周边啊 土耳其是他们的一个工厂 如果你去土耳其周边的那个国家去看的话呢 货架子上有很多的东西啊 都是产自于土耳其的呀 那么以色列更是如此啊 那么在土耳其对以色列进行制裁之前呀 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对那个贸易商船的控制啊 据说现在以色列的货架子上的货物呢 已经是非常的缺少了 以色列日常用品的这个物价呀 现在迅速的上涨 这里面哈 不光是一些可用可不用的 比如加那种电器这些啊 就包括他们的食品和药品 现在他们呢都开始短缺啊 如果是土耳其在对他进行制裁 不给他出口这个货物的话 你就可想而知 以色列的经济呢会大受打击 另外呢从舆论上来说啊 有很多人就是说通过这一次的巴以冲突呢 就检验出来了阿拉伯国家 他们是不团结的啊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通过这一次的巴以冲突啊 阿拉伯国家呢 他们呢团结到了一起啊 而且这一次他们非常的冷静和理智的啊 尤其是伊朗啊 伊朗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中东的一个战斗民族 对不对 动不动上头 动不动上头 可是呢 这一次他们是非常的理智的啊 他们的斗争呢是非常的有章法 有步骤的这一次啊 那么从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啊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说啊 就是亲西方的这个卡塔尔啊 他在中间呢 起到了一个斡旋的作用啊 为什么他能起斡旋作用 就因为啊 刚才所说的啊 他和这个美国啊 以色列啊 说上话 对吧 但是呢 能说上话 不代表着是亲美亲义的呀 那么长期以来啊 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啊 就对卡塔尔呢 进行指责 说他就是拉片手 他向着这个哈马斯 他收容了哈马斯的高官 在卡塔尔 那么卡塔尔一方呢 当然是不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呢 他就是一个中间的啊 我呢 我呢 允许哈马斯的高官 在我这里来啊 才能够让我能说上话呀 不然的话我怎么说上话呢 那么即便如此呢 现在看来 以色列呢 对卡塔尔呢 是非常不满啊 他现在呢 跟卡塔尔撕破脸啊 昨天呢 以色列的通信部长就宣布啊 宣布卡塔尔的那个半岛电视台非法 半岛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呢 必须停止 现在他有关这个巴以冲突的报道 同时呢 以色列的警察部门 已经是接手了这个卡塔尔电视台 把他的所有的设施设备什么的啊 全都没收了 现在啊 你说讲理不讲理啊 没收了啊 那么卡塔尔方面呢 就说 这个以色列的做法完全就是无理的 卡塔尔电视台呢 恐怕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啊 报道最客观的一个媒体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美国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啊 我们就知道呢 为时有十天左右的美国校园的游行抗议示威啊 被美国的警察呢 进行镇压和清场啊 据报道昨天啊 美国的警察啊 对那些个大学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清场啊 到目前为止啊 已经逮捕了有2300多名的学生啊 不是说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吗 是不是 现在你看美国对这些学生的镇压 说抓人就抓人啊 我不知道像王丹之流的啊 现在对美国的所谓的自由民主 是怎样的一个认识啊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啊 就是呢 我发现啊 有国内的一些公知 悄悄的 他们的立场呢 就变了 比如说我看到了袁腾飞 我看到了高晓松啊 他们的话茬啊 现在都变了 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美国的都是对的 西方的都是高大上的 全都是对的 最先进的 现在不及了 现在呢 他们的嘴里面呢 经常说到美国呀 说到欧洲啊 也比较这个实事求是了啊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啊 他对中国的看法的这个转变啊 但是有时候也有啊 就是你看到啊 他就说 哎呀 他还是在国内舒服啊 还是这个国内好啊 那个国内好啊 虽然说他嘴里面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好啊 但是他已经承认了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的成果好 他承认他在中国是享受的 离开了中国以后呢 是特别难受的啊 这就是进步啊 我们以后呢 我们就等着看啊 看看那些个海外民运 他们什么时候啊 嘴巴里面能够承认现实啊 能够承认啊 他们是实际上被他们的主子所利用啊 让他们成为数典忘祖的罪人啊 好 这说的是呢 美国国内的这些学校啊 现在我看到啊 台湾的媒体 中时新闻网啊 他的报道 他说是挺巴学院蔓延世界各地啊 英澳法日印遍地开花 这篇报道说呢 自4月18日以来啊 美国的校园已经有2000多人被捕 刚才我跟你说了啊 准确的数字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有2300多人啊 被捕啊 围绕着抗疫权言论自由限制和反闪米主义啊 反闪米就是犹太啊 台湾就是管犹太的教法都不一样啊 反闪米主义指控的两极分化争论不断 然而尽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波特兰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与警方的冲突和对峙引发了全球关注 但是欧洲 亚洲和中东也有许多学校开始举行了示威和静坐活动 虽然美索大学抗疫者的要求各不相同 但大多数示威活动都呼吁大学 从支持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公司撤资 以巴战争始于去年的2023年10月7日 当时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多人 并劫持了200多人作为人质 此后以色列军事行动在加沙 引发了人道主义灾难 激怒了全球的舆论 据加沙卫生部称 以色列对加沙长达7个月的轰炸 已经造成超过34600人的死亡 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 加沙220万人当中 有一半处于饥饿边缘 人为饥荒迫在眉睫 外界对以色列预计将在加沙南部拉法 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忧也加剧 促使民众再次的呼吁停火 那么澳洲的情况是 过去几周至少7所大学出现了 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营地 位于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 已经成为彼此相距大约100公尺的 挺巴挺以敌对阵营的聚居地 其中一个营地住着 昆士兰大学巴勒斯坦学生组织的支持者 另一个较小的帐篷群 则悬挂着以色列的国旗的 他们的建立是为了声援以色列围困加沙的 巴勒斯坦人和美国的学生抗议者 但一些犹太团体表示啊 他们在校园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澳洲反对派领袖有称 他们是种族主义和反 陕米主义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美国呢修改了反犹太这个法律 以前的时候呢 他们就通过了法律不能反犹太 如果你反犹太这个民族的话呢 那你就是犯罪啊 这本身呢太赤裸裸的向着犹太了 即便是说犹太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啊 受到了迫害 你也不能说犹太就不能反 是不是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就好像是呢 一个学生啊 和一个霸凌者 他们两个之间打架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保护那个被霸凌的 也不是说在生活当中 这曾经被霸凌的这个学生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别人不能来指责这个被霸凌者呀 他一生受到保护啊 所有的全方位受到保护 那也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法律就是这样的啊 动不动就扣上反犹的帽子啊 如果你去指责犹太人的话 你就是反犹啊 你就是犯罪 现在呢 美国又把这条法律呢 给它扩大化啊 你反犹太这个民族不行啊 你反以色列也不行啊 现在呢 就这样的扩大化啊 一点道理都不讲啊 完全是失去了理智啊 然后呢 台湾这个媒体也接着说呢 但是昆士兰大学的学生 希望大学披露 与以色列公司和学校的所有联系 并且切断与武器公司的联系啊 那么同时呢 雪梨大学的广场当中 雪梨大学就是悉尼大学啊 台湾管悉尼叫雪梨啊 雪梨大学的广场当中 大约有50个帐篷啊 每晚都有多达100名的抗议者 在这里睡觉 那么英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英国说是自以色列加沙战争 初期以来呢 英国各地的大学都举行了 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啊 其中一些抗议活动最近的几天 推散了该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索邦大学的抗议学生 美国CNN的地理定位影片显示啊 警察将两名示威学生从帐篷里面拖出来 并且呢一路就这么拖着啊 这是人道的吗 我就请问这个王丹评论一下这件事情啊 然后说呢 5月3日的时候啊 镇报警察清空了巴黎政治学院的主厅 抗议者高喊吃我和解放巴勒斯坦啊 那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 在接受CNN的采访的时候说呢 说我们受到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 范德比大学的启发啊 所有这些大学都动员起来了 但我们首先仍然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呢 学生的抗议看来呢 在他们的政府那里呢 是不奏效的 看来学生呢 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立啊 法兰西岛大区的这个区长他表示说啊 他说这个大区的学校啊 将不再获得巴黎地区当局的资助啊 直到学校恢复平静和安全 这样呢就给学校呢施加压力 让他们清场 这个报道说呢 另外还有加拿大 日本 印度和黎巴嫩的大学都展开了学生相关的示威活动啊 也就是像这个报道的题目所说的啊 现在呢 已经是蔓延世界各地遍地开花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美国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美国的美联储呢 在本月初的时候啊 开会研究的结果就是呢 他们在六月之前不会降息啊 仍然是维持现代的利率啊 意思好像呢 也不会升息啊 就是维持现代利率 是不会降息的 那么这件事情还引发了美国人民 对美国的经济的担忧啊 比如说呢 巴菲特啊 在召开他们的股东大会的时候呢 就问到说啊 2008年以来 美国呢 总是提高这个债务规模啊 现在的债务已经是2008年的六倍了呀 就问这巴菲特啊 你担忧不担忧啊 那么巴菲特就表示说呢 我倒不担忧这个债务规模具体的这个数字啊 他说我比较担忧的呢 就是啊 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啊 还有美元的价值的问题啊 这两件事情呢 值得担忧啊 这两件事情 如果是进一步的恶化的话呢 我比较担忧 美国整个的这体系可能都完了呀 另外马斯克呢 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呀 美国如果不改变现在的政策的话呢 那么美元将来有可能就一文不值 看来美元霸权的衰落呀 是势在必然了 没准呢 很快就会到来啊 连巴菲特啊 马斯克啊 这样的人都在担忧了啊 好 下一条新闻啊 是关于咱们这个 宝岛台湾的台独分子啊 现在呢 在作死的路上啊 越走越远了 他怎么作死呢 今天我看到报道说 说国民党的这个民代啊 曲晓新啊 昨天爆料说 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啊 就和捷克政府啊 签署了一笔一千万美元的 援助乌克兰专案的基金啊 那么这件事情啊 徐晓新呢 已经是取得了民进党方面的这个确认啊 确实是有这回事啊 他们就觉得说呢 他们需要啊 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啊 需要去交朋友啊 用一千万美元 能交上一批啊 支持乌克兰的朋友啊 说这个呢 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他是作死呢 他觉得啊 和捷克政府来签署这个 由捷克转交给乌克兰啊 难道说俄罗斯就不会给你台湾 记上一笔了吗 俄罗斯能放过你台湾吗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国际社会都在讨论啊 就是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舰队 在台湾这个台海地区进行军演啊 那么之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事啊 我们就觉得说俄罗斯呢 要参与到这个台海的 如果是武统台湾的这件事的话 好像师出无名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啊 你台湾直接就援助乌克兰的话呢 那这个俄罗斯是不是就师出有名了呢 当然对于大陆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台独分子呢 以他们的实际行动 就把俄罗斯绑到了中国的这个战车上来了 这就是一个好事啊 如果武统台湾的话 多了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对不对 另外一个新闻呢 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 有网友呢 就给我转发了一个小视频啊 这个小视频呢 是好莱坞啊 最近刚上演的热映的一部片子的一个片段啊 好莱坞新热映的这个片子呢 名字就叫帝国浩劫美国内战啊 你听这名字美国内战 它并不是讲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啊 是讲将来呢 美国将会发生的内战啊 它整个的故事情节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啊 现在呢 我就看到 在华人圈里面广泛流传的一个片段呢 就是啊 很显然 当它这个内战发生的时候呢 美国的警察或者是大兵啊 他好像是要射杀这个外来民族啊 我不知道他是射杀所有的呢 还是就射杀中国人啊 然后呢 这个片段里面啊 就美国大兵啊 就拿枪指着一个亚洲人长相的一个人啊 然后呢 这个人就结结巴巴的就是说啊 我来自于香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大兵说啊 你是中国人 蹦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啊 就是这么一个很短的一个片段啊 那么从这个片段里头我能看到什么呢 我就能看到呢 就说在这个美国内战的时候 他可能啊 就要射杀中国人啊 那么他看到了这个人以后呢 他就认为他是中国人啊 但是呢 这个人他说 我来自于香港啊 很显然就是一个港独 他认为他是香港人 他不是中国人啊 但是呢 在美国大兵的眼里 香港他就是中国的呀 你是香港人就是中国人啊 然后蹦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啊 一方面呢 是这么一个信息啊 这就是打脸了那些个港独啊 你们是中国人啊 在你美爹的眼里 你也是中国人 另外呢 好莱坞的这个片子啊 里面所塑造的这个港独啊 他这个形象啊 就让中国的爱国者呢 看了以后啊 极度舒适 为什么呀 好莱坞的片子里很显然 他是在丑化这个港独分子啊 就这个形象啊 听他的声音 他是一个男的啊 但是你要看他的形象 非常非常的龌龊啊 就留着一个啊 咱们抗战片子里面的那个 汉奸翻译的形象啊 那种齐耳短发 那种短发啊 特别的恶心啊 以前的狗汉奸狗地主 都是留那种发型啊 然后呢 长得又非常非常的丑啊 非常的龌龊啊 就是好莱坞 为什么把一个港独啊 给他塑造这种形象 就是有意来侮辱他 我不知道他片子里面 还有其他的中国人吗 如果他片子里面 还有其他的这个中国人 其他的中国人都是正常的啊 也有美貌的姑娘啊 美貌的少妇啊 什么之类的啊 其他都是正常的 只有这港独是龌龊的啊 那么我就为好莱坞的这片子呢 叫好 因为我还不知道 他全片子内容是什么 我还不好说呢 就是这个片子 就是一个好片子啊 但是他这一个片段 是非常好的 我为他鼓掌啊 还有一个新闻啊 尽管我这视频啊 时间有点长啊 但是我也仍然要告诉大家啊 就是这两天郭文贵那个案件啊 开庭审理了 先审理的啊 是郭文贵最亲密的这个助手 王雁平啊 据说王雁平呢 穿着这个橙色的那监狱服装啊 戴着手铐脚料出庭啊 那么他这次出庭以后呢 没有进行一个长的审判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罪了 他认了啊 对他的指控呢 他都认了 现在我还不是很明白啊 这14亿是怎么回事啊 说是他同意啊 没收非法所得14亿美元 同时呢 也同意罚款14亿美元啊 我不知道这两项是一项呢 还是这两项是两项啊 如果这两项是一项的话呢 就一共是14亿啊 如果这两项是两项的话呢 那一共是28亿啊 那么这个应该呢 不是这个王燕平 他的个人所得啊 就应该是整个的 郭文贵的这个诈骗集团 所诈骗的这些钱啊 那么这样一来啊 就让谁崩溃呢 就让那些蚂蚁啊 就让这个郝海东两口子呀 因为这些钱啊 美国这么狠的 这些钱他诈骗啊 都是这些人的钱啊 是大家的钱啊 你这些钱你不返还啊 你没收到了国库里面 而且呢还要罚他14亿啊 明白这些东西就归了 美国政府了呀 你说郝海东两口子 再加上那些蚂蚁帮啊 是不是很崩溃呢 那么我呢就想说两个字啊 活该 我看你们还甜不甜美了 还认为不认为 你们在美国是自由的 是自由的 你有这个自由吗 是不是 在美国你以为就可以啊 为所欲为了吗 你美国老子 你以为是稀罕你吗 No 你美国老子就是利用你们呀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你们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